六場在四班千四賊組,大熱太陽拍檔 三天尾關,繼續四班千四米 好,一起步的時候,這組會出得齊少少 外檔那邊是艾利奧最快的 太陽拍檔起步都快 中間有家程的金槍武士,白衣黃帽 然後起盡風彩騎上去 內檔那邊是廣臨複象光明先驅 中間子三健康之星 在他們後面是領航全騎淺藍衫 然後還有魅力一嬌,天下有才和獨角獸 在尾那三筆,其中一筆是初出馬來的一支箭 黃三藍武那隻 內檔那一筆還有恐龍仔 包緊尾暫時是奮鬥傳奇 開始入彎的時候,前面起盡風彩 暫時帶出了半個馬位島 艾利奧沒有逼他,暫時拍著他就算了 至於第三位金槍武士,走外碟太陽拍檔 貼著藍那邊廣臨複象 過多馬位之後,有魅力一嬌上了點 頂了健康之星三碟 內檔騎著,天下有才能打 扔出外檔淺藍衫領航全騎 然後恐龍仔,內檔中間的獨角獸 扔出外檔的馬還有一支箭 在美國那筆月旗,退入光明仙區 拍著奮鬥傳奇一起 入彎之後,直路好時候 前面暫時帶頭,外檔那邊是艾利奧 內檔那邊是喜盡風彩和廣臨複象 中間上來金槍武士 外檔那邊領航全騎,太陽拍檔 看得好像每一隻都有機會 最棒的是,前面內檔那邊 廣臨複象這裡突出了一點點 不過艾利奧就沒有了 反而外檔是領航全騎 太陽拍檔這裡正在穿上來 但前面廣臨複象走順了 這裡想追回他就難了,可以贏了 他出第一名廣臨複象 第二名領航全騎 第三名太陽拍檔 第四名還是艾利奧 這麼快就贏得了,這隻港臨複象 其實支持也很遠 三歲仔 還有早上還沒有很起眼 擺了三場都比較普通 感覺上他很容易錯 他這場沒有 今天走得順 贏了兩隻就曾經缺過課 停了功夫 太陽拍檔 全騎都停了幾次 停得很厲害 也很重要 第六場分段時間 頭段13秒78 第段是22秒26 第三段是24秒04 每段是23秒65 賽事時間到1分23秒73 給一個圖大家參考一下 原來前季節今 羅夫全馬房的三歲馬 首勝之後 帝障的成績是怎樣 計12次裡面 再看照片 去83% 你看到之前的賽事 好像懷利活力 會贏 甚至伊神這些馬 都持續有成績 很快就立即交到 而港龍福長 是馬房今季首匹的三歲頭馬 三歲仔交到成績嗎 當然一隻馬 如果在三歲已經贏得 他必然有些質素 和有些進步空間 所以再出跑得好 就不出奇 不過當然羅庫全 他的比數高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這個馬房 很多馬 都他的兒子買回來 你可以上馬會網頁 看一下 那個飯馬代理 有很多馬 他兒子買回來 一定交成績 多兩千肉 這是必然的 招牌 當然 還有盡量拿多些成績 現在又有特別獎金 很多時候 三歲馬固然 其實有些四歲的都可以 開心高球的 贏了馬之後 還是繼續贏的 那我講一下金槍武士 因為金槍 其實他跑法上都比較主動 但是回來的勢 好像沒有預期之中那麼好 這隻都可以說是次門 你增情 還有一些搶口 太快增情 你增情就要加了分增情 要重磅 又要搶口 我想這場是不足為據的 馬是有質素的 我覺得他算不錯 有些陽明天空的感覺 因為上次你正在轉飛籠 因為家庭回來也不是輸很遠 第一次跑 好 美關看完 我們看第七場 就是一班千成港澳杯 隔了幾年沒有見 港澳杯 今天就開始見到 起步的時候 出得都很齊 快一點點 中當的馬佬 內當的線路之星 和澳門的代表耀昌之星 這兩隻是快一點的 外當埋近來包裝智威 然後都靈太陽 馬群中間 永遠美麗的熱門 六三那筆是超好日子 然後我當成為熊運帝王 臨場的票勁得不得了 最後落到5.4倍的票格 在其後面 另一匹澳門的代表陶醉 然後馬是中華盛景 再跟著獨步天下 這匹都是澳門代表 再跟著馬 才看到保然德德 在美隊暫時 是北極光 和街運財 進彎的時候 前面有線路之星 拍著耀昌之星放 過幾馬位 然後熊運帝王 上到第三 過了馬佬 然後包裝智威走外諜 中間都靈太陽 這麼早就要騎 拍著他超好日子 更輕鬆些 然後永遠未來 在第八位置 扔出我當獨步天下 在內當位置 是中華盛景 街運財 也在我當上了一點 在美隊的三匹 就保然德德 北極光 退到美 變成陶醉了 進去之後 前面的線路之星 突然放了兩三個馬位 遙昌之星 來到這裡 招架不住 被他放掉了 後面的紅運帝王 瘋得很緊 後面上來的馬 還有包裝智威 但我當是街運財 最後百多米 前面的線路之星 放到這裡都差不多 步都縮了 代之起 落飛很厲害的紅運帝王 中間上來 就永遠美麗 前面的紅運帝王 永遠美麗 咦,不是蔡漢馬房 沒錯 第一名結果是紅運帝王 第二名永遠美麗 第三名是線路之星 第四名是包裝智威 澳門來了三隻馬 遙昌之星 大家知道他通常都是 前置紅色的那隻 拍著線路之星 大概是135磅 還會讓香港馬磅 蔡前又發過阿蕭 發過阿蕭 那隻黃帽那隻 就包裝智威 他今天都算不太搶口 因為他都少少望空了 他今天算是操控得不錯 乖巧了一點 但是回來 第四 很有信心的 紅運帝王 那些飛王 比格 上次都是輸給他 上次 其實上次那場 失望一點 之前連贏兩場 就贏一些不算很厲害的馬 因為上次他還要弱勢衝線 這場看得這麼通 馬放 馬放 馬就是漂亮 但是你解釋不到 為什麼上次那麼差 但是今天的信心 是很大的 這些就是 你告訴我是 我都 是嗎 除非你告訴我上次 原來 有原因 輸了 這樣就好很多 如果要猜 就猜不到 那你現在已經完全反鮮了 上次 如果不是他就是翻牌 來的 緣美麗可能這個路程 現在其實少少嚴短 上次是由2000 縮到1400 即是緊贏那隻線路之星 都很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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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是難一點 少少嚴短這個階段 好 看看分段時間 港澳杯先 頭段是13秒52 第二段是22秒60 第三段是23秒02 每段是23秒79 採事時間 1分22秒96 講開這個港澳杯浮制賽歷史 有整20年 當年我還在澳門工作 何鴻生博士代表澳門 夏佳里代表香港 促成了這個港澳杯 結果何博士就贏了一場 試過贏一屆 今年輪到夏佳里也贏了一屆 兩個促成者 各贏一屆都比較特別 挺有趣的 隔了很久才拉成平手 紅雲帝王都是今年的事 幾年停辦了 不過真的有些意外 就是臨場的票這麼硬 為什麼真的可以 濕地就搞定了 暫時看就是 上一場輸真的解釋不到 是啊 上一場解釋不到 但是今場就是 蔡漢馬房捧酒港澳杯 對上一次 其實蔡漢馬房捧酒港澳杯 已經數到2008年 所以這次是第二次 都厲害的 勝出利落 勝出利落 很有信心 好 看完這一場 我們去看第八場 就是三班千二 大夜是開心高球 好 來到第八場賽事 這場三班千二米 開心高球 有少少爽忌 沒有過關飛 起步的時候 出得最快 是夢巴黎 接著是加州威勝 我當麻吉尼鎮 你知我平 然後日本的開心高球 拍攝維港奔流 知道再勝就在內蘭為之 在他們後面 首先六三粉紅帽 魅力寶鎮 我當麻吉尼實力哥 中間斜鎮條三個筆 勇冠王子 是初出馬 威力奔騰 塞前潘頓試過 無期的交給報名 暫時在尾三 在尾那一隊 逆史奇巴 拍攝此三個筆論文 進彎的時候 前面 夢巴黎 一直有他在外甸放 都不多介意洩位 在內側 加州威勝 開心高球 很早上來望了空 貼藍在這裏 知道再勝守著第四 扔出外産是你知我聘 馬群中間 維港奔流 魅力寶鎮 威力寶鎮上了些 扔出外産是實力哥的馬 進來之後 直落了手 前面內蕩只有一匹 知道再勝 他好像有些好處 帶出來 開心高球 來到這裏才騎 騎內有沒有 這裏還頂得住 但騎得兩旗外蕩 過了他就你知我聘 然後內蕩上來 還多兩筆 威力寶鎮 魅力寶鎮 最後百多米 前面知道再勝 今天好像大利外産 他說不是 來當都可以 原來我來當贏 他出第一名 知道再勝 令你知我聘 第三名 威力寶鎮 第四名 逆史奇葩 最後追上來 真的破格 過終點周進落 跋起新洋邊 贏大賽 因為他是唯一一隻 走裏面場地 他是故意走裏面 他絕對有很多機會 可以走出來 他沒有 做訪問 有時要做這些 為甚麼他要走裏面 因為之前長次好些馬 在外面 大家都想知道的 是 為甚麼他這麼穩定 應該可以問一問 還有 這馬很久沒有贏馬 是的 是否這隻馬 特別喜歡跑這些路 他其實隨時可以走出來 沒有馬 壓著他 正常應該跟開心高球出去 那隻是機會馬 你看整組馬 全部都飛了 所以他單釘一隻 很明顯這個畫面 大家看很清楚 每個人都飛出去 只有他一隻在裏面 那他還沒有馬 逼著他 沒有追逐目標 又沒有壓力 自己走自己 但是開心高球 相對地很失望 這隻很失望 這隻很失望 早段搶口 搶口 搶口 拿不到 這隻真的要搞清楚 究竟地 有一個跑法 令他跑得不好 都要考慮 兩點都要考慮 哪次200都沒有 你真是失望 第二名就是4號 你知我評 都不斷騎 這隻真的準得可我 是的 看看第八場分段 頭段去到24秒25 地段是22秒78 目段是23秒96 賽事時間 1分10秒99 好 所以說這些路 有時候很難計 每個人都說 裏面的地不好 但是會不會 因為跑了這麼多場 每個人都飛出去 令到裏面的地 相對又沒有那麼差呢 畢竟你裏面 節省了腳程 就算地可能差一點點 但是外面的馬 又開始踩得多了 差一點點 但你節省腳程 可以算是有賺 但是周俊樂那條數 是怎麼算呢 可惜訪問不到他 不知道 我可以問一下 這個真的值得訪問 等他講 我想是最好的 只不過我們在現場 就會看到 外檔當時的提印 就多了很多 因為連丹了幾場 內檔反而沒有什麼人用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那是他可以 之後都還有人再用內檔 是不行的 我覺得他贏了一場馬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可能他覺得 我想過怎麼跑 真的成功了 證明了自己的想法 對的 有滿足感的成份 另外剛才也看到你這支我聘 其實都要騎足全程 都要問問兩位主持 是不是看完這場之後 你覺得這支馬都是適宜嘉懲 因為有滿日朋友感聞 嘉懲 這個我自己有些保留 暫時他都是熟跑千二 還有今天要騎足全程 不代表他立了 因為始終場地我們不清楚 他究竟對這個場地 適應了多少 還有有時候馬 一直立一邊提著 他的意思就是 你都要跟前一點 盡量是這樣 但是你說他今天跑上來 其實是否一路要立 一路要省著他才加速 我又覺得他未至於是這樣 所以家庭 我暫時有些保留 始終美麗少到的 好 第八場看完休息攤 來看迷奇遇兩場 謝謝大家